可以继续 好 那我就可以继续录影 好 没有 试红刚好加入了 好 好 好 所以呢 这次一样有一个卡道 或者是一个入我 那这个入我就是 好像补习班教育 补习班教育 就是你60分以下 等会去补救教学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但 这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那好 你60分以下的同学 补救教学 然后你看到 补救教学之后的成果 但对不起 你如果没有去看 60分以上的人的同学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做 regression does continuity 你没有办法做 所以必须要 特别再去测量说 一样 刚刚好在上面下面的 有点像刚才的 这几个county 这几个gene 那这个线也好 gene也好 他们在 这两个州 这改变上 有没有特别 这两边都要去测量 那再来就是如果 没有改变的话 它是一个很 smooth的变化 就是所谓的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没有一些乱跳的情况 所以呢 方法有点接近 所以一起讨论 我们先看 interrupt time series 那常常这个就是以 社区为单位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来看某个社区 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在 那一样是 那一样是 before after都要测量到 那最后也要注意这个 这个是 Lohr's Paradox 所以在那个 测量的时候 assumption特别要注意 比如说什么 线性关系 这个 这是repeated time series 你可以叫 repeated time series 所以我们先看 这个也是2000年的时候 一个例子 它说 outcome variable 跟时间的关系 突然跳上去 这个是highly variable series 应该很清楚 所以你两条合规线画起来 会是5% 百分之10 差的那么多 那一个more stable series 就会有这个差异 所以 这个两个也许 第二种 比较会有省述的 这个差异出来 所以这个叫 AEB design 最常见的 那这是在某个时间 改变政策 所以你就会 检查 去follow before after 比如说以前 有个例子在说 这个四岁以下 这个强制做安全座椅的 效果 在这个 应该是 密西里州 1982年 就已经 take action 台湾应该是 2000多年 才开始 晚了大概30年 可能有 好 那我们 要数没有刚好 发生什么事情 让这个小朋友 这个不会受伤 那也要 如果其他政策改变的话 大概就不能做这个推了 所以他的图画起来是这样 这个有78年到1983年 刚他是在1982年4月 take action 那中间可能有些要 这个过 但是他是直接用 discreet 中间有些 照照照照照 因为 这个每一万车祸里面 小朋友受伤的比例 对不起 是Michigan Michigan State 他是零到三岁 所以他看起来 都一直下降 这边好像 反而是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画一个提升 不一定准 但是他有个 gap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 ITS 就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 measure出来 其他设计也会有 multiple base line multiple union 很多的州 不是只有一个州 都有这样子 或者是这个州里面 很多的counting 但是像这个要再切更细 我想这个数字就更小 跳动可能更大 所以 但是你如果有很多州 再说这个tag action before 前面几年跟后面几年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multiple outcome也可以 不是只有一个 outcome也可以 或者是ABA 有一个试办计划 办完之后又回来 就是ABA design intervention withdrawal 然后再introduce 就是level有没有什么改变 或者是slope有没有改变 那这个会有slip over effect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你知道A B的时候会不会 但是接下来要回到 试办计划结束 给大家已经习惯了 那这个就会失效 好统计上的话呢 这个是刚刚已经讲过 ordinary least square 跟Massimunagro的差别 总之就是 一般标准的回归 不会work 因为independent的问题 因为会correlation autocorrelation的问题 所以要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ARIMA 就是所谓的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那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个 还在撰写中 做多年 没写完 好我们就用这个 其实只有用Hospital based的 data来看地址 不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都会讲这个事情 就是来看地址 所以我先跳到这个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在台北办的年会 那我们去做的这个 presentation就是来看 几整就整量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提了几个模型 那这个我就不提 很多方法可以来看 这个预测 当然这个预测也是 下礼拜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帮大家介绍的 就是预测的几个方法 像这个time series 然后这个模拟 等候理论 学习都可以来做预测 预报 forecast 那也有这个time series 这一本书介绍这个 所以它里面提到的 经济学的预测 销售的预测 budgetary analysis stock market等等 这个就是在这本书提到的 应用的 这一个层面 蛮多的 所以这个是上海的指数 那它用Arch模型 做的很简单的一个模型 Auto Regressive模型 那再用Arch模型的就更好 或者是我们用这个 这个气温跟死亡率来做一个 cross correlation 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 温度越低 死亡率就越高 扭纽约的这个data 那当然也是有这个像是 那个 穿戴式装置会有的 你突然 往下或什么方向就说 可能是不是跌倒 就是都是这样的应用 方向 好 所以我们直接跳到来讲 这个模型的部分 老师我想问一下 像这种啊 如果 我看之前有人做那个 PM2.5 跟Lun Cancer的那个 的那个发生率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这样子的 Arch模型的那种概念去做 对啊 所以像这边 它就会有一个 叫做cross correlation 这是两条time series 对不对 你时间第一个大虚势是 死亡率一直降 这个医学进步 从87年到2000年 那温度 你说有暖化 这样子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这十几年的 这个温度都会有低温 每年都有低温 就会有这个死亡 死亡 所以很多的这个 的确像空污就是用时间许点 因为只有大数据的时候 就用这些模型来做解释 试着去做解释 好 所以我们当时就尝试一下 就是都是用急诊 急诊量来看 然后当时还有取得天气的气象的 这个资讯 切了两块 一个是训练 一个是试试的模型 那用了几个软件 那我们有些predictor呢 包含这个温度湿度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假日的第几天 那我们有做subgluniasis 减伤重症轻症 大人小孩 感染部位 还有就是 这个一天的什么时候就诊 那用的模型几个 第一个先跟大家介绍 时间序列里面蛮常用的就是ARIMA 它是autoregressed integrated 就是在把自己的这个前后的整合 moving average 这是三个概念 AR跟I 还有MA 这三个概念 这是三个参数要去调整 是PQI吧 这三个参数要调整的 那也有一个变形 叫做seasonal ARRIMA 就是SARRIMA 或者是multivariate的ARRIMA ARRIMAX 这三种 我们都有做尝试 那当然也有用一些传统 像这个possom regression来看 来预测比较小的count的时候就来做 那还有就是用一些什么 特别的三角函数来用 用在这个 我们的feature 或者我们outcount可能会变化 换成公式的话 AR PQI AR就是说 这个autoregressed 自己跟自己会相关 autoregressed 也就是说呢 时间T 会受到T-1 T-2 T-P的影响 都把它固进去 那这个P 基本上就是你要固几个 比如说会受到三天的影响 五天的影响 七天的影响 Movie average呢 就是这个 E of T 再把它加进去 βE of T 也是一样 就是Recessed 这个error term 莫不可以被影响 所以除了这个 时间本身呢 也有把error固进去 那最后就是它有没有difference difference就是说 那如果你有个趋势 他把它剪掉 比如说一路往上 把它剪掉 那你再去估那个震荡 会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这个Ai A-R-I-M-A 就是这个意思 PQI的三个要给它的 或是PQD PQD要给它三个 再估这个模型的时候 要试的 那这个跟很多机器学习都一样 你要试很多参数 你才知道最后的结果 所以在这几年 我们也看着 这个六七年来 那很多也是把 A-R-I-M-A的估计 就自动化了 在我们第一次做的是手动 这是很辛苦 看了半天 那PQD这个之前 给大家看过了 就是我们知道说 它会按照这个分布 所以我们可以估一个出来 像这个它的例子是说 同学缺席的日子 那全勤的应该最多 缺席一天的是多少人 两天多少人 做这样的分布 可以估出来 三角函数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Sine Cosine 把它放进去模型里面 那你也可以有一个 这个频率出来 那ACF 就是它里面要去看的 视觉要去看的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就是刚刚AR里面的 它每个Lag的Covariance 就是Variance PACF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那这个因为是 Partial就是剩下的 就是我们的Residual的概念 就是这个刚刚这个 Movie Average的那部分 就是MA的部分 还有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如果有像这个温度湿度 你可能用这个来做 Cross-Correlation 那我们在评估一样 就已经跟大家 不见其反讲了很多次了 这个Akaike Information 我们来看Fitness好不好 另外我们来看它 有没有Error Rate Error Rate在这里是% Error 跟Min的Error 我们来看每天估的 绝对值的量 病人的差异会差多少 相对值量会差多少 就是我们希望看模型 表现怎么样 所以先把它画出来 这是08到12年底 当时画出来的急诊就诊量 那19年有一个是在 这个时候吧 是不是 不然一般都是在 过年左右会爆一个量 一个Spike 那这个 这个也是有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 提升出来 可能 五月吗 还是什么 这都是感染症 所以感染症 受到时间影响比较多 那这个就是09年 09年 4月的时候有一个 另外一个Spike出来 所以它有一个波形 另外一个小小的 那种把它放出来 每一周 第一年 这一年来看 摊开来看 你就有52个Spike 因为急诊都是有一个特性 可能每个就是 这是领口资料 所以可能每个礼拜天 礼拜一都是特别多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Spike 真的仔细算 应该是51个没错 那减商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已经有个例子 是很好玩的 为什么三四五级突然提升 你会说 是这个人民滥用吗 没有 对不起 抱歉 我告诉各位是 减商从这个是哪一年 2009年 从四级改成三级 所以四级改成三级的话 就很多原本的四级 原本的二级 就变成了三级 所以一二级就突然掉下来 这时候不是 这也是蛮有趣的 但是不是一个真的掉下来 还是移到这里来的 所以总人数是长这样子 然后把它分开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成人小额 这个我们就没有太细看 因为趋势是差不多的 温度湿度的 我没有把它画出来 也是有一个特别 为什么会每一周的震荡 还是说根据什么气候的影响 等等 所以如果你退几步看 好像真的是有提升 我觉得温度还要提升 一二年我那时候我是一零年回来的 那当时觉得这个当年的春天 秋天觉得很热 好像真的有比较热 湿度大概都是差不多 有些是outlier就不管它 大概是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很高 然后再分这个就不看 这个T-mail只是让大家看一看 可以做个飞行世界图 结论就是说 我后来请他们要做反过来的紙报 紙报是比较厉害的 这是人多的 但是这边是紫色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这个秋天快结束 还没入冬的时候 11月底的时候上班是还蛮逸致的 然后再来是大夜班 这个4点到7点 是人最少的时段 所以当时要很辛苦的 看ACF跟PACF 这个是还没有设定好 因为它灰色是它的这个信仰区间 当你设定好的时候 没有秀出来 它就会落在这种间 然后还有就是ACF 你可以看我们一个周期性 1234567 7天为一个周期 那PACF也可以再看 MA要怎么调整 总之后调整的这个PQI 分别是7天的这个Auto Correlation 你会Correlate到7天 然后这个 这个I Trend 一天一天一天来看 那可能甚至0 好像没有比较好 那边就是 一天一天的Move-in-Average Sarima再加一个季节 所以Sarima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7是哪一个可能不太一样 有点忘记 太准备看 所以还有温度啦等等的 Pandemic都要放进去 所以谷完之后的 那个绿色的Testing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谷完之后 就做完这个Restation 大概都在这个区间内 还不错 ACF跟PACF 然后当时 后来我们都还放很多这个 Deep learning的模型 那这个slide 我是没有把它放进去 但是我们目前的 Deep learning里面的Long short memory 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到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就是说 会比这个传统的模型还要好 好 所以这个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尝试 那你可以做到Arima来做刚才的 Interrupt Time Series的这个模型 好 那策略来说呢 当然是 第一个模型是先Base Line 然后检查Model Fit 然后再把所有的 参数放进去 包含了这个Intervention的效果 那有一个Indicator 放进去Intervention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有什么Assumption呢 那当然第一个还是Follow 特别的模型 然后Missing的问题也是要处理 好 好 那 嗯 Underline Mechanism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 要有个故事 你不能说这个故事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Missing的这个讯息 比如说政策 有没有其他的改变啊 大家的行为改变 会不会不是只有政府鼓励 而是学会有在做什么事情等等的 然后呢Sensitivity Analysis 然后把这个Sumption去检查一下 好 所以刚刚他讲的是 比较General的这个ITS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看看在十五十六分中间 能不能把 Requestion Gives Continuity 再讲 稍微介绍一下 我下礼拜还会再 我帮大家再叙述一下 然后我们下礼拜就是 跟大家Demo 现在我们Arima的这个Code 转起来长什么样子 那也会跟大家share这个Code跟档案 大家都可以尝试 只是如果要做到Deep Learning的时候 Arima大概我们 吴博士有用R做 所以R跑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装一装就好 那只是说Don't Shut the Memory 我自己跑也是 常常机器不一样 像我现在用 可能比较老的iMac这台版本的问题 加上这个在Mac上 像Python原来就是 几乎是有点像内生 所以要去把环境单装都会有点困难 所以就会有版本问题等等 不过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试试看 这一类的东西都要注意版本 Version Control 的部分 好 RD 还是一样是有一个 Before After 有个这样的Design 这样子Code 主要的这个Assumption 跟Argument 就是说那这些人 像刚刚这些郡 这些Code 应该很接近的都差不多 除了有Intervention 以外 像这个刚刚那个 周有一个Intervention 才会有差别 好 或呢 我们要Sum是一个Smooth的模式 不能这个动得太快 动得太剧烈 像刚才这个又几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真的要看 2009的流感是不是造成 急诊就诊增加 那你就是 当然我们要把原来的东西都去掉 比如说它其实虽然 看起来不是很Smooth 但是很有周期性 那你把它都解决掉 它的这个Resolution都很Smooth 的话就没问题了 好 特别拿来用来做分析 好 所以我们看例子 这个例子是 这个从这边抓上来的一个例子 好 先看如果没有任何的Intervention 好 那这个是 Before After 对不起不是没有Intervention 是有Intervention 是没有效果 好 那我们看的是 也许全部的同学都去 被教学 所以你会有一个 Before 或 After 或者是对不起 应该是说 你被教学 可是你只有 你全部的人都测量 Before After 所以一定会有些人 补救教学的分数 跟这个 这个 没有补救教学的分数 都会有 但是你有一个Card-off 说50分 我就要去补救教学 所以这些人是 你要做Intervention 好 那也可以说这里是没有Intervention 因为没有Intervention 所以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先要做个检查 第一个也是这样 Before After 因为你会不会没有补救教学 有些同学自己考50分以下 就很努力就变好 那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好 那接下来要稍微花一点时间理解 因为这个跟前面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前面的纲 如果是精神不太好 你稍微努力一下 跟一下这里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提过 我补救教学 所以我们只会在50分以下的人 给他一个Treatment 一个Intervention 所以Control组的就是没有给Treatment的组 所以本来50分的人 50分的人 50分的人 可能下次还是考5、60分 甚至对过去 差不多啦 没什么变化 但是你4、50分的人 你把他这个下一次考试分数 他反而到5、60分 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 你会发现说这个是 有一个改变在 所以Treatment group的 regression line Control group的regression line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Discontinuity 如果这里有治疗的话 如果你没有治疗 就这个情况也是 表示这些同学突然有些觉醒之类的 那有几种情况 那第一个像这个叫做 Quality of Care 这个是Complain 对啊 这两个一起看 对不起 这两个一起看 所以 Complain rates 跟Quality of Care 还是他写错 当时看的应该是 他这两个是一样的 他是negative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 治疗 Program是在这一组 奇怪 就是分输 因为Complain rate 会给他做intervention 所以Complain rate 这边他就下降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写错 他这个要成成Complain rate 对 原来网站上拨下来的 但是如果是Quality of Care 就是这样提升 那反过来说 这里就是 就是反之亦然 这个大概都讲一样的故事 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他有没有标错而已 好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说呢 在方法学上 你可以有Internal Validity 因为你是 知己跟知己品 那 这个 跟Drenomized Trial的结果 可能会Comparable 接近 那就ethical的角度也是一样 你就是 在这个 比较分数差的才去给他intervention 那在管理的角度也是一样 就是你 钱不够了 所以你当然要 钱换在导口上 所以有这三个层面 大家可以考虑这样的study design 好 那 重点来的是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模型 刚才讲的都是概念 你怎么把它做出来 那 是不是有一个balance based on balance 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有三种的 方式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是 从一个模型去外推 好像可以嘛 一个 推出去都不一样 第二个是 它是不同的模型 第三个是 模型的interaction 在这里 也可以做 三种都可以做 好 第一个模型 外推 就是fit model for people below 他可能先做above 所以beneficial 如果说这个是 这是他的 我这一年提出来的 就是expected y 减到 x' 等于a加上bx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你可以用ordinary b2 来fit 不用考虑这个autoporrelation 因为你已经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把before after 画在图上 所以已经没有我们刚刚的time series 的问题要处理autoporrelation 所以呢 你再把他外推到另外一边 来看他有没有差别 可以做 所以步骤来说 第一个 OLS people with standard treatment 然后呢 below treatment cutoff 然后再来去估计 这个tau 这就是gainot 这就是tau 它是什么呢 difference of observed outcome 那 这个observed跟expected 这个事情也蛮好玩的 常常会在 刚才是建一个模型 那我们常常 比如说是 我曾经看过像是在ICU 有一个study 是在比灌水这个事情 那他比灌水 就是说呢 帮病人给输液 给点滴 那给点滴 那给点滴这些人 会不会本来 给比较多是比较严重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predictive outcome 根据他的based line的这些 comorbidity age 还有一些 严重度 他画了一个图出来说 我predictive mortality是这样 但是观察到的呢 那这个 他的x轴 是让他给水的量 好 所以他观察到的呢 就是说呢 好 好 就是这个是eater 那这个是mortality 好 所以他 他画的其实是这样子 观太多了 就是不好 那这个 他画了两个 两种 一个就是说 这种 看颜色 可以的样子 好 好 这个是 预测的 那他观察到的是这样子 好 好 所以就说呢 他 把这个 差异就 导致就说 目前就是没有 把水的东西放到这个模型里面 好 所以他就说呢 水给多的呢 死亡率就 真的还是会太多不好 那太低的也不好 好 所以他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好 那这跟这个意思是有点接近的 好 好 所以呢 做出来就是说 嗯 一样这个tau 就是这个difference 这个effect 好 就是减掉他这个 出来的模型 出来的结果 从这边铺出来的结果 好 好 那中间的像这个standard error 都有这些推算的公式 好 好 好 所以刚才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 他是 外推 从一个模型 外推出来的结果 那第二个方法是 分开了模型 分开fit 这个值 然后呢 他就去看 在cut off的这个 呼出来的值 有没有差别 有没有一个jump 好 那这边有几个sumption要看的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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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是在billow的 他就去算那个 类似这个 算出去 因为不会是在你在附近 去推 所以呢 啊 如果技术上来说 应该是只有在 还是 cuddle附近 才会有 你不会 顾到后面 因为 我们知道外推太远都不是很好的 好 所以 第一件事情 是要 balance 所以这个people 是不是刚好有random and different 所以 那个 就要去检查了 那 再来是 我们也要检查 不是只有一个 variable 当然就是 我们的variable interest 要能够 是 different 其他的也是要 有random 才会有这个 数字 before的这个数字 所以 这边有个例子 是用一个 high start 例子 是给小朋友 一些 program 来做这个事 所以三四岁 都来做这个事情 那他看这个 pre-school education 还有这个 健检 疫苗 饮食 这个社会服务 这个 这个 爸妈双亲的服务 会不会有帮忙 看这个都是你们用 所以他是要对抗 贫穷的一个 high start 的例子 那他花了很多钱 7 billion 然后照顾了80万的小朋友 那 你当然可以做很大的 randomized trial 那事实上 这个大概是 十年前有这样的例子 但是很贵 而且要看20年才能看到结果 那也可以match 对不对 就是都有做 所以都去看 但是你会知道说 有没有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的差别 因为match 只能match到观察到 那你也可以做IV 那你就有没有 刚好找到一个instrument 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那最后呢就是 2007年有这个 这两个学者 用了RD 来做这个事情 看一下他们的例子 所以呢 那discontinuity funding 就是 他有没有fonding结束 之类的 好像就是 六五年开始 要帮忙这个 然后呢 就是 他有送人去帮忙 到30个最重的社区 来做 这个 使用一个计划来取得 这些经费 那所以 是不是真的有discontinuity 就是说呢 这个 第一个要来confirm说 这次30个 是不是真的有拿到 300个 是不是拿到更多的fonding 但是说他 是不是有被headstart 那结论是有的 所以他大概增加了 百分之五十到一百 这个 全国的数字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三 有这个fonding 一直到 70年才结束 所以你会发现 70年结束就掉下来 好 所以 他先看了这个 1968年的headstart 在这里 1968年在这里 他的fonding 来帮这个 有小孩 有幼儿的家庭 来帮他们脱贫 好 那 这是 第一个是说fonding 有增加 那再来是 这个 他用另外一个算法来看 一个是fonding的数字 一个是参与的比例 所以参与比例也是有显著提升 1968年 1968年 65年 65年 Anyway 就是他 他有这个提升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65年 好 那 另外呢 其他的fonding 是没有增加的 不会说 因为他增加了 这个家庭的佑额 所以就没有增加 所以 呃 这个应该是说prop 啊 啊 啊 这个好像不太 合在一起 好 那 那在我们接下来看就是 奥康的影响 好 那 他用了这个 呃 这个 呃 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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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 of C M of P C 嗯 他是 Smooth Function 好 然后再来就是 Grain Writing Assistant 他这个帮忙 有没有出来 好 Effects要看这个 那 M of P C呢 就是这个Smooth Function 怎么做呢 有两种 母书跟五母书 好 那 呃 在估计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估计的时候当然就是Model Specification 就很重要 母书跟五母书 那五母书 那五母书常常会很吸引人 因为他是所谓的 这个 呃 呃 但是他要去Specify bandwidth 所以 呃 呃 我在这边先打住 等一下 下一次会讲到Bullstrap 那 我先讲一个这个Smooth 齁 Smooth 在Stata里面大概 呃 或者是R 因为 其他Sets应该也都有 但是我喜欢在 R Stata很简单的就可以讲 所以一样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 我要看这个车价 这是Lowers 好 然后呢 车价跟这个 车重的关系 好了 就是Price Way 你当然你可以 呃 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啦 所以我大概稍微再点一下就好了 所以就是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Bandwidth 等于0.8 那 之前可能没有特别讲 就是 啊 应该是这个吧 不错了 所以不是R 这个Wi 好 所以它的Bandwidth 应该是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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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width 画起来就不太一样 画起来就不太一样 Stata要画在写上 比较麻烦 这样就很震荡 对吧 所以这个Bandwidth 的设定就很重要 所以 它预设是0.8 应该是80% 还是怎么样 做一个Smooth的结果 所以 这个就是 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然后就是你看到一张图 你想要看一个非线性关系 甚至 Stata也可以把 这个Binary的把它画出来 所以 我鼓励大家看图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Lowes 叫Lowes Lowes Smooth 这个Scatter 的这个 就是你用 ELF就看到这个 这里 Lowes Smooth 它只有解释这样 当然 它都有 这个 它的Document 可以看 好 所以我们时间超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很快的先提出来讨论的 不然齐萱要去上下一堂歌 对不对 今天没有 哦 老师 齐末是要 就作业交交也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 基本上我大概都是用各位 我们前面的那些作业来评分数 所以大家是不是在把你的Lab 也整理一下上传 就是你Lab的记录 你把它留下 因为我觉得 至少我私以为 这个Lab 应该以后会帮助各位 那不管你 多久以后才想起来 以前有学过这个 好 所以 我大概还是以我们 出了作业 我们的Lab 那如果 成绩对你很重要的话 你就赶快把 那个没有上传的补一补 好 那最后一个作业应该就是Multi Level Multi Level 是不是 我有上传 应该是有 在学期初 是有计划到这一段 所以 回答 侨学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 我们用 作业来评分 我们大概没有时间 让大家来 表演 好 所以 下礼拜 我们还是会花一点时间 先下礼拜上课 我会先把 这个RD讲完 然后 我们也许时间会蛮松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Lab Multi Level的Lab 进行 那进行完之后 我再跟各位讲一些 prediction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可以 有的一些 例子给大家看 当然就看大家的时间 时间如果都很够 那是哪一个 是这个课堡 不是 例如教室 所以各位应该会看到 是这里 Multi Level的Lab 然后还有这个Due File 跟Data 那这个当然就是要下载 好 所以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 什么问题 我发现Survival 应该要上传一下 OK 好 进到这里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要讨论 好 没有的话我们就下礼拜见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